陆家一 陆家一感兴趣的话 就是比较喜欢听唱歌 唱出来自己会唱 比如说他喜欢今天听这一歌 他就会一直听这一首歌 然后一直到他等下一次 他有喜欢听的歌了 才会把这个歌 跳过这个歌去听另外一个 现在就是碰到什么东西都喜欢去摸 然后喜欢去闻 因为他的嗅觉比较敏感 还有就是触摸 也是他的触觉比较敏感 还有一个就是自言自语 他的自言自语还是比较明显的 会用哭来表达 比如说他要什么东西 然后他会指 会用手指 要什么要什么 后面我们就是说 让他说出来 你不说出来我就不给 慢慢的会加一点语言 他需要什么东西的话 他会说出来了 他有一些要求的话 他说的不是很清楚 他会哭 他现在就是说能用简单的句子来表达他的需求 比如说我饿了 我想要吃什么东西 然后我想要买什么东西 这些都可以表达的 我让他收衣服 我会用比较就是说比较他能接受的东西 比如说陆嘉义你看 你帮妈妈晾衣服好不好 然后他就会很配合的 给你去做 很开心的给你去做 这样子 但是老师需要 需要人去督促他去做 如果不督促 他可能就不想去做 不想去做事情 但是如果你有去督促他做 他还是去做的 这个太大了 你穿不了了 你穿不下 你穿不下的 这是谁的 我的 看清楚 妹妹的 妹妹的 对 这个是谁的 这是嘉义的 我们要分开 嘉义 坐下 坐下 这个是谁的呀 陆嘉义 下 下 这个是谁的 嗯 妈妈的放在哪里 放好 嗯 过来 甜甜甜甜 甜甜放自己的好不好 嗯 比如说摘菜呀 嗯 叠被子也可以 叠衣服也可以 简单的这些家务的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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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 还能 还能做 现在嘉义的话 每天星期一到星期五 是去 陈南那边上课 因为中午是在那边吃饭 那边睡午觉的 然后就是说 五点半起床 然后起来给他爸早餐 做好 然后把他中午要带的饭 带好 打包好 吃完早餐 然后爸爸带他一起去上课 嗯 会上语文数学这些很简单的 比如说嗯 他们会有一节比较好的课 就是说 周五的话 下午 是他们的 嗯 怎么说呢 就是 去外面 就像实习一样的 比如说 我们去坐地铁 然后怎么去排队 然后怎么去坐地铁 然后呢 会教他们一些日常生活 很很 对他们也说 比较重要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 拿钱去买东西 然后 怎么去搭乘公交车 去坐地铁 这样子 出现了什么事 然后我去找谁 这样子的 很 很实际的一些 对他们来说 比较实际的一些东西 每天的话 他就是 活雷锋一样的 他自己的书包不背 他先给其他小朋友 背书包这样 吃完饭 我们都会在 有的时候 天气好的话 就带他下去玩 一会儿 然后上来洗澡 再这样睡觉 这样子 诶 陆家义 快钱捡你来 捡回来 现在下来捡回来 自己要捡不捡 自己捡 自己去捡 自己去捡 听到没 自己去捡 说说 解开 一 二 三 四 五 解开 五干 对吧 一加一等于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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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加一等于三 这是什么颜色 我笑的 我笑 妈妈来了 不认识颜色 认识 我笑的 是什么事 我笑的 我笑的 你会干什么 我笑的